2024年10月18日 不仅是任佳伦的出席 还有罗吉维维亚品牌总裁 亲自从意大利飞抵上海 全程陪同这位代言人 不难看出 品牌对任佳伦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随着活动拉开序幕 任佳伦身穿简洁大方的西装亮相 将罗吉维维亚的优雅 与她一贯的帅气风范完美结合 现场最大的亮点 莫过于粉丝们的热情支持 大量粉丝从各地赶来 只为亲眼见到流水条条中大火的位置 许会是本人 商场内外的粉丝们不约而同的高喊魏昭 仿佛将剧中的场景瞬间搬到了现实 任佳伦听到这些呼声时 不禁露出了招牌微笑 还不时挥手回应 显得亲切自然 有粉丝激动地表示 我们就是冲注魏昭来的 自从看了流水条条 就彻底被任佳伦圈粉 可以看出 这部剧位她吸引了不少新粉丝 现场人山人海的盛况 就是最好的证明 任佳伦与罗吉维维亚的合作 可谓是奢华品牌与顶流明星之间的一次双赢 这位拥有身后演技实力的演员 近年频繁出现在多部热播剧和综艺中 其温柔如玉的气质与罗吉维维亚主打的优雅路线高度契合 品牌方不仅在广告大片中让她展现了迷人的风采 更安排此次盛大的线下活动 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 罗吉维维亚品牌总裁在活动中表示 任佳伦是一位非常具有魅力的代言人 她不仅完美演绎了品牌的精神 更将个人的温暖与优雅传递给所有人 看到现场这么多热情的粉丝 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商场的常客们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粉丝风暴震撼 有路人惊叹 我还以为今天国金商场变成了粉丝见面会 原本安静的高端购物环境 依任佳伦的到来而瞬间被热烈的粉丝氛围取代 更有趣的是 一些不认识任佳伦的路人也被她的气场吸引 在现场加入了和影和互动的队伍 不少粉丝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 并喊出祝福 希望她在接下来的演艺事业中再创高峰 任佳伦的亮相不仅为品牌活动增添了星光 也展示了她一贯温和待人的性格 她在互动环节中频频与粉丝交流 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喜欢 我会继续努力 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这番话引得现场粉丝尖叫连连 而品牌方也借此机会宣布 未来将推出更多中国市场定制款 满足任佳伦粉丝群体的需求 通过此次罗杰维维亚的线下活动 任佳伦再次证明了自己无可比拟的影响力 不仅电视剧《流水条条》中的角色 未招引发热议 她的真实人格魅力也牢牢抓住了粉丝的心 奢侈品牌的高层亲自到场 粉丝们的热情炉潮涌动 上海国经商场因此成了今日最亮眼的舞台 未来 任佳伦与罗吉维维亚的合作物 已将成为奢侈品牌与明星联手的成功典范 无论是品牌的市场推广 还是任佳伦的个人发展 都让人对他们接下来的合作充满期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